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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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跟我说句话呀 真生气了 换车你会不会生气 叶淑婷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 你父亲明明就是上海的银行家 你为什么一直骗我呢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哪个耳朵听到我说我父亲不是银行家了 是你自己自以为是分析出来的好不好 我分析 你明明知道真相 你还一直都不告诉我 你都把自己分析成智勇双前的特工了 我总不能给你泼冷水吧 泼冷水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你这样做让我更难堪啊 你知道吗 叶淑婷啊 我告诉你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 我担心的是你和你爹 我之所以赶来郑州 是我根本没有没想过要回去 知道吗 而你不同 你是为了来救我的 幸福又把你爹搭上了 你的身份如果是假的 那费思琴能饶获你们父女俩吗 我又多担心你知道吗 我知道跟你比起来 我连特工的门都没拨上 但是我一直在积极地学习 我努力不成为被你嘲笑的对象 而你呢 偏偏要看我的笑话 你说你这样有意思吗 行了 你别说那么严重好不好 我只是想逗你一下 没想到还真逗几眼了 邓远达同志 我向你道歉 邓远达同志 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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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这种虚拗拔脑子了 只要你以后不再嘲笑我 我就烧高香了 我发誓 我再也不嘲笑你了 真的 真的 好 那我远了 我原谅你了 不过你得好好跟我说说 你父亲是怎么答应你 配合你干这种荒唐事的 什么叫荒唐的事啊 我父亲一向为人正直 他一直以来 都不满国民政府的陋习和恶行 我呢 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又派去苏联学习 我父亲一直都知道这些事情 后来我去延安不久 他也加入了共产党 哦 那这么说你爹也是咱们自己人了 嗯 那他 他为什么不跟你一块去延安呢 因为我父亲银行家的身份 首长认为 他在金融战线上 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所以呢 他就一直留在上海 这也是高度精密 哦 为了救我 你爹也是有暴露的危险 这么做真是不值当 什么叫不值当啊 邓远达 你也是个老党员了 你应该知道我们党 从来不分高低贵贱的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同志的 这一次也是幸好 林雄波的父母 我都不在了 再加上 经历了抗日的战乱 很多事情都无法考证了 所以我的计划 才能行得通 叶淑婷 我只希望你们父女俩 能够早日地 平安地 糊口脱险 你们 怎么不是我们呢 如果你不能安全撤离的话 我所有的计划 不都是付诸东流了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 平安地 糊口脱险 这还差不多 护士 她怎么到现在还没醒来 到底要不要紧 孩子都没了 你说要不要紧 孩子 什么孩子 你老婆怀孕了 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知道 我说你好歹也是个男人 你老婆怀孕了 你还能让她掉到水里 对对对 这个是我不好 还好送来得及时 现在大人已经没事了 等她醒来以后啊 好好给她补补 再休养一段时间 不然会影响以后怀孕的 好 我会照顾好她的 护士 谢谢啊 好 邓远达 你说了吗 没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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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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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你别胡说 还到人干什么 赶紧吹血快点 放开 原刀给我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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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一个 原刀给我关开 芸汐 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 饿不饿 你看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 干的细的都有 我不想吃的 走吧 那怎么行 必须得吃 处长放了我三天假 让我好好照顾你 处长还说呀 你好好养病 等他有空 他就回来看你了 你告诉我 非慈禁 不要让人拿来看我 我现在都不相信 孟大川 你能保我一辈子吗 你只要不保我一辈子不行 闭嘴 阮兵 我发现你挺没用的你 你看你这俩出息 你不好好想想 你要这么把自己给折腾死了 不就便宜那个灵熊波吗 冰心 你仔细想一想 是谁把你害神这样的 是谁这么欺负你的 不就是那个灵熊波吗 你呀 自己不好过 这我都理解你 但是咱们得让他更不好过 对吧 孟大川的一番话 鼓起了阮兵心生的欲望 对呀 林熊波抛弃弃子 毁了他的好日子 他凭什么一死了之 让林熊波快活自在呢 他决心忘掉所有的打击 振奋精神好好活下去 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有办法 报复林熊波 德川 把我解开 我怎么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还闹呢 我不闹了 真的 我饿了 我要吃饭 好好好 来 跟你解开 别闹了 小心点啊 多吃点 等你体力恢复了 什么都好说 来 来 小心点 小心点 那个时候别使劲 好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你说 老马被行动队的人带走以后 至今没有消息 当时带走老马 是为了对付邓远达 可是现在邓远达已经没事了 按你说老马应该被放回来了 可是至今都没有消息 你能不能帮查查 老马是被行动队的人带走的 处里边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怀疑 硬抵托把他关在别的什么地方 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 应该是警察署的秘密看守所 这样 我正好要跟那边的同志联络 可以请他帮忙 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 对了 邓远达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叶金之先生 亲自来到郑中 这暂时是确保了邓远达的安全 我们会尽快安排他们一同撤离 后续的事情我们来处理 你要尽快跟金树里的同志 加强联系 好 我明白了 吃 慢慢吃 别接着 怎样好吃吧 怎样好吃吧 饱饱了 这就吃饱了 冰心 要不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脱去走一走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有 哪儿 我想去紫禁山 紫禁山 那是个靶场 你去那儿干吗呀 我要去打枪 好 我明白了 你是想发现一下对吧 你不是告诉我吗 只要把心里的火都发出来 人就会好受很多 我现在就是按照你告诉我的方式 再调整自己 好 那我直接安排 再吃点啊 我来 我来 快点 我来 一层 连枪也欺负我 行了 比心 你没怎么摸过枪 打扰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刚刚是打枪的时候 听到枪响 枪能吓飞了 我是觉得不过意 有没有大一点 这还不够你打呀 要大一点的时候 走 去那边 那边有更大的枪 来 来 平心 这儿是长的短暂都有 自己随便挑 长的呢 威力打 不过后座力也大 怎么 这么多箱 没有一个看重的 怎么了 大川 我突然觉得头好疼 你能不能去车上 帮我把药拿过来 好好好 来来来 你先坐先坐 别着急 先过来坐 怎么样 平心 头疼得厉害吗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吃点药就行 好 应若等着马上就来 天联 怎麼是你啊 很意外嗎 有事嗎 我有話要跟你說 收听不见家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你以前追我的时候 没这么胆小 要没什么事的话 就进回吧 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 为什么要骗我 你说的那段经历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是 你现在失忆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你当初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失忆 你既然有未婚期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 到现在都不敢撑 对不起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初步确定 让邓远达以新闻 行情为名 跟你们回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 再秘密返回根据底 这个方案可行 理由也正当 我想费司清 不会公然拒绝的 我回去跟我父亲 商量一下 让他跟费司清提 老老 老马有消息吗 我们正在打听他的下领 不过 这个你放心 你们走了以后 迪欧没有理由 再为难老马 我们会想办法 营救他的 好 那我现在就回去 跟我父亲 还有邓远达商量 我很同情你的处境 但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你再这样闹下去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你放心 我没打算缠着你不放 我今天来 只是想拿回我以前的东西 跟过去彻底做个了断 我的东西放在这儿 被你太太看到也不好 你要拿什么东西 我帮你拿 你从来都不收拾东西的 就算我告诉你了 你也找不到 你让我进去 我拿了东西就走 真的吗 林熊波 我话都说成这样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你现在怎么变得 这么胆小怕事 你为什么生了病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我怕什么事 不就是拿东西吗 动作快点 书机马上回来了 你太太真的不在家 好可惜 什么好可惜 可惜他看不到 这出好戏 阮明熙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就是要拿东西吗 你到底要拿什么 是啊 我是要拿东西 我要拿的东西 就是你扭扭 事业必须你别回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没有回来 林熊波 你还记得你过去说的话吗 你说就算死 我们两个也要死在一起 但是现在你失忆了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但是我也不记得 我今天来 就是要实现你的冲 林熊 你想清楚了 别碗了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 你冷静点 阮备心 你冷静点 冷静点也可以吗 你就认识我 你就跟我一起去死 可别这样 别碜 阮备心 你别出头 阮备心 别乱来 别过来 你过来我就引爆 阮备心 你冷静点 别做傻事 傻事 你早上不是告诉我吗 我死 也得拉着林熊波点呗 大川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给我留下这个报仇的机会 大川 你是一个好的 我不想连累你 你走 你走 你走啊 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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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冰熊 冰熊 没事吧 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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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啊 我先送他去医院 冰熊 跟我走 冰熊 来 冰熊 走 冰熊 冰熊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叶先生啊 实在是抱歉 这实在是抱歉啊 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是 怪我平日里对属下 灌焦不严 这今天 让熊伯跟叶小姐受了惊吓 不过还好 这是虚惊异常啊 如果不是虚惊异常 你以为我 还会坐在这里 听你解释吗 是是是 这个叶先生说得是啊 司卿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叶先生生气 那是应该的 是是是 这是你的底板 有再多的理由 也要挨了板子 再做解释 是是是 哎呀 这个事情呢 我已经调查过了 这都是怪软兵心啊 都是因为这软兵心 对熊伯那是 阴爱生恨 所以做出了这么过激的行为 确实是十分的过分 不过这其中的缘由 也颇有令人同情之处啊 费处长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家熊波对不起那个女人了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这年轻的男女之间 难免会犯糊涂做错事了 这个还请叶先生和叶小姐 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好了好了好了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 就到此画上个句号 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这种情况 不会 绝对不会 我费目向您保证 类似的事情一定不会再发生 那好吧 我们就回去了 哎呀 实在是抱歉 我们走了 出展呢 啊 出展好 他怎么样了 哦 医生说还有一点虚弱 但是恢复得不错 又生了气了 你也是真够糊涂的啊 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命打进去吧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就算我真的死了 跟你也没有一点关系 你别这个嘴里动不动 就是要死要活的 人只有活着才能报仇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就算是要报复林雄伯 那也不至于跟他拼命吧 林雄伯是个混蛋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用不着你在这儿假惺惺的关心我 我不想看见你 那个 大川啊 你先出去一下 是 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真是痛心啊 我要知道事情会闹到现在这样 我当初就应该在后院 把林雄伯一枪给崩了 我就不应该提醒孟大川 让他去提醒你 去找你的那个李伯伯 我要你办两件事 第一 我要枪毙林雄伯 你想办法透露给阮明星 第二 你要提醒他 这件事 只有他去找他的伯父李文饼出面 是 知道 我知道 大川 处长跟你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有一个李伯伯 他是保密局的药员 李文饼 李伯伯 对 就那个李文饼 他跟你的父亲还有费处长 是接派兄弟 你给他打个电话 说不定还有心 费叔叔 是你让大川提醒我 去找李伯伯的 让我再来 去 李伯伯 你 是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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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還有別人也這麼說嗎 這何止是變了 他現在整個生活習慣 跟以前都不一樣 這以前的林雄伯 嗜酒如命 可是在婚禮上 他卻低久不沾 這好幾個人 跑過來跟我講 懷疑這個林雄伯 難道這個林雄伯 是假的 他們也就是那麼一說 但我還是覺得匪夷所思 這世上怎麼會有兩個 長得這麼像的人呢 怎麼沒有 雙胞胎不就長得很像嗎 這雙胞胎長得是像 可總還是有差別的吧 比方說生活習慣 興趣愛好 心理特徵 這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吧 對了 還有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壞了 說是共產黨搞的 這我們就無從考證了 不過還有筆跡 這每個人寫的字 不可能一模一樣 除非是刻意地靈活 熊胞的字我最熟悉了 只要能讓這個熊胞 寫幾個字 我馬上能分辨出真假 還有 比方說體貌特徵 身上有沒有胎記 什麼之類的 熊胞的胸口有一顆紅痣 特別地明顯 好 慎上 請問反正 請問反正 請問他 請問呼吾 請問方意 確認 請問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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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话短说 老陈 有些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错 我们有位同志 是中原音乐的医生 姓马 被彌彌多给抓了 我怀疑 他被关在你们警察署的 秘密看守所 你有办法可以打听到 里边的下落吗 看守所倒是由我们的弟兄 应该没问题 好 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算顺利 这些天又发展了一些人 弟兄们都在问 什么时候才能掏下这三批 拒绝起义 心情可以理解 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老陈 麻烦你转告大家 现在实习还不成熟 稍安勿造 共产党不会拿他们的性命 去冒风险 一定会找最合适的时机 把他们转移出去 废叔叔 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林雄波 抓起来呀 这傻孩子呀 来 坐下说 疑点再多 它都不是证据 现在的这个林雄波 是叶家的女婿 连夫人都亲自关心她的婚事 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是不能再对她 有任何的动作了 废叔叔 你想要什么证据 我刚才说过了 字迹 胎迹 等等这些小疑点 只要是能得到证实 我就能确认 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 那如果能找到证据 证明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 您敢动它吗 如果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它是共产党派来的 如果我追查共产党 我相信夫人也不会反对 那好 我去找证据 你 不行不行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 我不能让你去 这万一要出了什么问题 我根本就没法保你 废叔叔 我连死都不怕了 我还怕什么风险 再说了 我只是个阴暗身份的小女子 不管我做出什么行为 都是我个人做的 跟您没有一点关系 不过说实话 这件事情如果是你去做 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了 因为 你是最熟悉林雄波的人 这只不过 不行不行 不过什么呀 废叔叔 你别总是摇头啊 我现在已经失去一切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我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假冒的 那雄波 我这么做 既是为我自己报了仇 也是替雄波报了仇 废叔叔 我求你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真的想好了 是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在暗中帮你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听 只有一条 我经验不足 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也是啊 大川 大川 初老 从今天开始 你暗中帮助软冰心 他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多教教他 是 不是 初老 请问是 什么任务 具体情况 冰心会跟你讲的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 要绝对保密 第二 处任何问题 绝对不能牵扯到情报处 明白